飞机降落红场,19岁德国小伙一举成名,苏联防场却直接被免职。 1987年5月28日,一件让全世界都感到震惊的事情发生了。 一架轻型飞机,在没有得到任何授权的情况下,从芬兰赫尔新机起飞, 非法降落在了苏联莫斯科红场,苏联严密的防空体系,突然被穿透。 全世界媒体一片哗然,而造成此次事件的人,竟然是联邦德国19岁的小伙子马蒂亚斯·鲁斯特。 鲁斯特当天驾驶住一架租来的塞纳斯轻型飞机离开汉堡,他拆除了几个座位,加装了辅助邮箱。 他先是驾驶飞机穿越北欧,前往法罗徐岛。 在这里待了一星期之后,他又前往挪威的贝尔根。 5月28日早晨,鲁斯特在赫尔新机的马尔米机场加完游后, 他告知空中管制员要去斯德哥尔摩。 然而在飞行途中,他却调转方向往东飞去。 当空中管制员发现鲁斯特飞向了赫尔新机到莫斯科航道时,赶紧和其进行联络。 但鲁斯特却关闭了无线电。 芬兰方面在进行调查时,发现海面上有一块邮寄。 他们认为,鲁斯特可能是坠海了。 但经过搜寻后,毫无结果于是他们就放弃了。 芬兰人怎么也想不到鲁斯特竟然开始了自己的疯狂的坐死之旅。 鲁斯特刚一进入苏联的防空识别区,就立刻被发现了。 苏联的雷达和飞机对鲁斯特的战机进行了追踪。 但由于没有得到上级将其击落的命令,因此,战斗机没有对其进行攻击。 在战斗机对其进行追踪时,鲁斯特还驾机驻陆休息了一下。 还换了衣服。 驻陆期间,苏联雷达暂时失去了目标。 等到鲁斯特飞机再次起飞时,苏联方面犯了一个错误。 当时,苏联重新划分了防空区域。 虽然这简化了管理,但由于当时空军部队正在进行演习, 当时很多飞行员都会经常忘记正确的敌我识别应答。 因此,当地飞行控制人员将鲁斯特标注成了友好目标。 进入下一个区域时,因为前一天发生了空难。 很多飞机涌入参加救援。 而鲁斯特驾驶的飞机和其他的救援飞机型号类似。 因此一直没有人对鲁斯特飞机进行处理。 下午7点鲁斯特抵达莫斯科上空。 他一开始打算降落在克里姆林宫。 但他考虑到可能会被克格勃直接逮捕,因此他将降落目标改为红场。 巧合的是, 莫斯科和大桥上平时架设有无轨电车的输电线。 这本来是可以阻止鲁斯特驻路的。 然而当天早上, 这些电线被拆除, 以便在第二天进行维修更换。 鲁斯特最终成功降落在红场。 红场上的路人, 瞬间就将其包围。 他们询问鲁斯特来自哪里? 怎么来的? 一时间, 鲁斯特就好像摇滚明星一样受到欢迎。 两个小时鲁斯特, 才被匆匆赶来的克格勃逮捕。 鲁斯特一开始被判处四年监禁。 但随着美苏关系升温, 戈尔巴乔夫想以通过释放鲁斯特来作为对西方的善意。 鲁斯特没有怎么受到处罚。 就被放了回来。 但苏联国防部高官们, 就没有那么幸运了。 国防部长谢尔盖, 索科洛夫和苏联防空部队司令亚历山大, 科尔杜诺夫与数百名军官一起被撤职。 辞联防空部队司令亚历山大, 联防局隔题曲。 请请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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,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